圈号还是很有眼光的嘛 那是我们总经理啊 解到饱了 他自己不觉得而已 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找不到 你说他干嘛去了 唱片录得怎么样了 练习的部分呢 已经结束了 现在正在录歌 王经理 你要听我唱一下吗 不要啦 你快给我坐下来 什么地方都要唱歌 你要唱得不怎么好 我哪里唱得不好啊 我姐啊 平常就爱乱说话 明天有时间吧 如果可以的话 想请你参加一次演出 什么 我 快点快点 来救我 唱一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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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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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来了 是 我 因为待会儿还有朋友要来 所以我 是吗 我 我过来 拿了我的表 我就走 手表 给你 好好好 真是的 我的手腕上怎么会戴着 雅苏先生的手表呢 我也不知道 我的手表怎么会在你手上 再见 看来我的朋友是不会来了 喝杯酒再走吧 你以为我是那种啊 整天只想着喝酒的那种女人吗 我也不是会随便跟女人喝酒的男人 真是的 我这个人呢 就是心太软 请坐吧 最多喝两杯 谢谢 来 来 沛老师 沛老师 孙宇 你要注意节奏啊 你又喝酒了 谁啊 郑浩 你们今天不录歌吗 今天的录音任务完成了 收工了 孙宇呢 他打电话给我 这么早就走了 你说孙宇 他刚才啊 打电话给孙宇轩就出去了 宇轩 他们去哪里 我哪会知道他们去哪里啊 回家休息吧 会感冒的 会去哪呢 你确定真的是跟明明一块演出吗 王经理 我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 我看不太行吧 只是歌手介绍新人的单元 没关系 什么都不用准备 好 王经理 你放心 我保证啊 明天一定演出成功 来来来 王经理 我敬你一杯 我去一下洗手间啊 是我们总经理 要不然王经理宁接吧 正好 你们热心 孙宇轩 你跟孙宇轩去洗手间了 你也跟他在一起吗 是啊 你也过来吧 正好 我有话想跟你说 地址你记一下啊 哦 知道了 他想干什么 刚才正好来过电话 因为是正好啊 所以我接了 正 正好啊 是找孙宇的 是找孙宇的 我叫他过来了 那我们总经理先要过来吗 太好了 你快进住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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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喝一杯吧 大家喝一杯的 我们再来一杯 你不晓得又喝多了 上次喝多那是因为 气氛好 你是知道的啊 我不会喝酒 上一次啊 你也是这么说的 是吗 对啊 一喝酒什么都想起来了 我们上一次不是说要交往吗 是 是吗 对啊 我们还交换了手表啊 是吗 你真的记不起来了 不 不是都记不起来了 男的都记不起来了 你让我一个女人家怎么样了吗 真的啊 真的还记得啊 还好还好 那 那接下来 我们就怎么办啊 我们 是继续交往呢 还是就只 拉倒 拉倒 你怎么啊 好 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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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m 我都不露露你 我此处的只为在一起 这心只已不死 切尽 你这又不会崩离 你 你干什么啊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是要对不起啊 你 你把我当是什么人了 我 我走了 我 我 我 布布 布布 欢迎光临 正好 这边 总经理 我们总经理隆重登场 来 起坐起坐 来 你不练歌来这里干什么 平常不关心我 现在撞得好像很关心我一样 我不关心你 我一直在练习室等你啊 来 喝一杯 跟明明的约会怎么样了 我们 确定关系了 什么 原来我们总经理跟明明 是那种关系啊 我还以为是别人呢 很好耶 恭喜你哦 别高兴得太早了 明明是善变的 说不定它明天就会改变主意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觉得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他不会的 这是你的想法 说吧 你叫我来干什么 王经理要我参加明天明明的节目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跟总经理说一下 所以把你叫过来了 什么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啊 明天我这个啊 引领中国乐坛的牺牲力量孙宇 终于要展露头角了 对吧 你乖一点 没事 你们公司有很多新人 为什么找孙宇 我这是替你考虑 怎么 不愿意吗 那就算了 那可不行 你现在怎么能说这种话 总经理 我要去演出 你就让我去吧 你老实点坐下来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这么重要 我怎么沉得住气啊 那好啊 谢谢你 出道前能登台一次也不错 好